挂载AFM3超音速导弹的日本F-2战斗机。 环球时报报道驻日本特约记者李珍特约记者田玉,加强西南珠岛防御能力,是日本自卫队当前建设的重点。 日本时报16日称,今年3月底,自卫队部署在西南珠岛上的多个军事基地,就将相继启动。 日本应对中国军事威胁开始迈出实质性一步。 多基地同时启用。 报道称,3月26日,陆上自卫队位于九州路尔岛县的延美市和赖户内町的基地,将正式投入使用。 届时约有560名自卫队员进驻这两处基地。 其中,隶属高射群的地空导弹系统,将部署在延美。 用于拦截飞机和巡航导弹。 而岸舰导弹则配置在赖户内。 同一天,位于冲绳宫古古岛的自卫队基地,也会投入运作。 该基地最初将容纳380人。 但随着地空导弹和岸舰导弹,在2019才年内部署完毕。 这里最终将驻扎约700至800人。 从属冲绳的石原岛上,也开工建设自卫队基地。 位置在中央地区,平德大雨区域,预计将部署500到600名自卫队员。 日本时事通讯社还提到, 自卫队此前已在日本最西端的于纳国岛新设基地, 并部署了以支援部队和夺取岛屿,为主要任务的水陆机动团。 报道称,从严美大岛开始延续到冲绳岛、仙岛群岛等诸多岛屿, 几乎和军事战略上的第一岛链重合。 从2012年起, 日本安倍晋三政府就持续制造西南诸岛受到更大威胁的舆论氛围, 持续发布中国海军舰艇、穿越宫古海峡等国际水道的动态, 给民众制造紧张气氛。 进而为外延防卫第一线制造借口。 日本防卫省估计, 建设这四个新基地的总花费, 预计在1700亿日元左右, 能提供从九州最南端, 延伸到冲绳, 最南端鹰岛一线的战略支撑点。 通过在关键岛屿部署更多的部队和导弹, 并将之作为监视中国舰艇, 进出太平洋第一岛链的堡垒, 从而形成日本特色的袖珍岛链战略, 封锁中国海军通道。 日本自卫队在西南方向新设立的四大基地, 充满预防围堵的色彩。 其中, 阎美和赖户内所在的阎美大岛, 是大于海峡旁的重要节点。 从2013年起, 中国海军经由这一水道, 进入西太平洋的次数明显更多, 让日本如坐针毡。 从相关态势看, 日本自卫队很可能会在此, 配置射程超过200公里的12式岸线导弹, 以及起掩护作用的11式中程的空导弹。 它们将形成小巧而坚韧的海峡壁垒, 覆盖他国从九州以南至远美大岛周边的所有巡舰路线。 从而廉价抗衡快速发展的中国海军, 日本自卫队装备的12式反舰导弹, 同样的思维也出现在宫谷岛与石原岛的军事建设上。 宫谷岛和冲绳主岛形成的宫谷海峡, 是中国海军前出太平洋的重要通道。 该海峡宽约280公里, 陆上自卫队一旦在宫谷岛部署12式反舰导弹, 足以将该海峡封闭。 更值得警惕的是, 宫谷岛距台湾岛最近只有330公里, 而台湾岛东部海域一直被认为是台湾当局的防御软肋。 一旦爆发台海冲突, 宫谷岛上的12式暗舰导弹, 就可能成为日本介入的手段。 它可快速机动到石原岛甚至于纳谷岛上。 打击范围可覆盖台湾东部海域, 与台军在花莲的雄丰复2暗舰导弹, 形成夹击之势, 封锁台岛东侧南北海域。 现实很骨感。 事实上, 日本自卫队要在包括冲绳在内的西南岛与配置重兵, 是为配合美国执行在第一岛链的前沿监视, 与远程封锁任务。 有事实, 实质乃至组织他国舰队出第一岛链, 进入西太平洋。 可是想法很好。 但好不好使却另当别论。 就日本西南诸岛而言, 岸箭导弹发射车要想奏效, 至少得准备主阵地, 预备阵地和假阵地。 否则战时容易被对手先发制人消灭。 可仔细观察是和自卫队部署岸箭导弹的西南诸岛, 和是部署的无非公骨和石原。 因为只有他们离关键水道较近, 是和发挥威力。 可这些岛屿都太小。 加上岸箭导弹作战的有战斗转换过程, 他们的战时生存力堪忧。 事实上, 如果没有海上舰队的支持, 西南诸岛对日本自卫队而言, 基本无防御纵深可言。 对方用空机防区外武器, 就能在几百公里外攻击。 而且这些看似靠近水道的岛屿, 不值得配远程的空导弹。 且距离那半航空自卫队基地太远。 因此, 他们要起到监视, 甚至围堵中国海军的拦路虎作用。 恐怕心理作用远大于实际作用。 日本自卫队拍摄的中国052D舰, 穿越对马海峡向北航行进入日本海。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 一条推特, 就摧毁了美国的中东政策。 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 突然决定, 撤出驻叙利亚的全部美军。 华盛顿邮报, 发出了无奈的感慨。 19日, 特朗普在推特上宣布, 美国已经赢得了对恐怖组织伊斯兰国IS的战争, 并将撤出美国在叙利亚的2000余名驻军。 特朗普突然宣布从叙利亚撤军之举, 引发美国国内强硬派的一片质疑和批评声。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惊呼, 战事送给俄罗斯和伊朗的圣诞大礼, 美国参议院外委会主席科克尔称, 这不仅增加了IS死灰复燃的可能, 而且将使中东盟友, 今后不可能再信赖华盛顿。 在国际上, 从媒体上得知消息的英法等国都对美军走后当地的局势表示忧心, 并称, 在叙利亚打击圣战分子的战斗, 还没有结束, 俄外交部第一时间表示欢迎特朗普的决定, 称美国从叙利亚撤军, 将为叙利亚带来真正, 实际的政治解决前景, 在俄总统普京的年度记者会上。 有西方记者问美国在叙利亚继续驻军是否有必要。 普京表示, 不, 没有必要, 美军在那儿是不合法的。 美国外交战略大转移, 德国新闻电视台20日称, 美国军队撤出叙利亚, 意味着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下降。 实际上, 自奥巴马政府以来, 美国一直削减在欧洲、中东和非洲的存在。 美国现在更多地面像太平洋, 毕竟亚太代表着未来。 那里有崛起的大国中国。 美国福克斯新闻网称, 虽然据总统巴沙尔与伊朗和俄罗斯的合作令人憎恨, 但我们必须承认, 已无法推翻巴沙尔政权。 报道称, 推翻巴沙尔需要美军进行一场伊拉克式的战争, 这是永无止境的战略消耗。 特朗普撤完住戏美军后, 驻伊拉克、阿富汗和韩国的美军, 是否会成为下个目标? 韩国中央日报20日发出这样的疑问。 韩国日报也称, 从特朗普为经济利益, 可以不顾一切的反复无偿性格来看, 驻韩美军并不是不可能拿来做交易。 报道称, 驻韩美军不仅是为了对筹作战, 更是为了牵制中国。 但是从美军撤出叙利亚来看, 如果韩国不能大幅提高分担费用, 不排除特朗普却减住韩美军的可能。 环球时报驻美国、 埃及、 加拿大、 德国记者肖达黄培昭桃短房清幕、 陈一王为柳直, at the civilian dead post, 7 million five hundred on the thirty one, 披着长发的保龄 Pauline Eganpring, 在街头与民众握手, 合照, 展现亲和力。 今年52岁的他, 两年前还是两个孩子的爸爸, 如今不仅换了性别成为女人, 更将角逐泰国总理大卫, 目标是成为第一位跨性别transgender总理。 泰国选举进入倒数阶段, 各政党候选人积极拉票, 保龄当然也忙得不可开交。 媒体专访, 节目通告和竞选活动一个接一个, 在密集的行程中, 抽出空党接受BBC中文专访, 弹吉他参选的新路历程。 保龄在去年底加入泰国小党大众党Marchant Party, 今年初获党提名, 成为大众党三位候选人的其中一人, 也是泰国首位登记成为总理候选人的变信者。 保龄的原名叫Pini Pinit and Gambring, 过去是一名泰国足坛界的网红, 他曾担任记者, 后来加入运动公司, 推广体育, 同时也担任Cheer Tai La La Day主席, 在泰国足坛被誉为传奇人物, 两年前, 他决定从一名父亲, 变性成为一名女人。